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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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她的心里却住着另一个人 后来她失恋了 我就鼓起勇气向她表白 终于成了她的男朋友 可是她心里依然没有我 我为她做了很多事情 却怎么也感动不了她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走进她的心里 男生说 我一心一意地对你付出 但是为什么我就走不进你的心里 大概很多的情侣都有这样的困惑 老师们会怎么帮助这一对呢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季23岁来自安徽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托23岁来自广东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校友是吧 对对对 是一个专业吗 不是一个专业 是两个专业的 对 两个专业 同级吗 同级 同级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你是说认识还是在一块 你自己界定吧 其实我和他是从大一就开始就认识了 当时因为在一个学校嘛 然后又同时都是在学生会一块做事 所以就认识了 然后至于在一块应该是在大三的时候 14年 前面那两年怎么就错过了呢 没在一起 当时因为我刚入学嘛 不太会积极主动地去找女生 就开始可能只是有好感 然后他就被我们学生会一个更高年级的师哥给追去了 那你那个时候对他的情愫是默默地关注着呢 心里有了呢 还是什么都没有 其实那时候就挺喜欢他的 因为当时有一次学生会我们办晚会嘛 当时我工作阵掉到一个那个夹缝缝隙里了 不太够 然后当时他正好经过这边 然后他很主动地就是 他在地上帮我够出来 其实当时我觉得特别感动 所以当时就有关注他 经常约他出来 因为当时他的一个室友是我的同乡 然后通过这层关系就经常约他出来 然后后来被学长追走之后 他有男朋友了嘛 就没有天天去追他去这样子 那后来怎么到了大三 你们又在一起了呢 当时的时候是他和他的前男友分手了 然后我看到每天沉浸在这种失恋中 对对对 学长毕业了就分手了 对 然后我觉得特别心疼他 不想看他每天沉浸在这种伤心里面 所以当时我就想能让他开心一点 所以有时候每天会给他送一些早餐啊 带他出去玩逛街 当时也不是说一定就要走进他的心里 但是起码我想说 我想带他走出这个悲伤 没想到带他走出了悲伤 你们却陷入了爱里是吧 对 后来呢 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是咱们快开学那会儿 过完寒假 然后他说他行李特别多不太好拿 然后当时我就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去找他 但是我不想让他和我一样那么辛苦 坐二十多个小时的硬坐 所以当时我就把寒假挣到的钱省了下来 然后和他买的机票 然后一块飞回学校 可能那时候他也会有些感动吧 然后你家是安徽的 对对对 他家是广东的 对 你从安徽坐火车到了广东 对 然后一起坐飞机回学校 学校是哪里的 学校是江苏的 挺折腾的 你这算是绕了个大圈子 对 然后回去之后可能开始那几个月相处的也不算特别好 因为他的前男友是他的初恋 然后其实我也挺能理解的 就是刚失恋的时候肯定或多或少的说走不出自己失恋的阴影 所以他和我说了这个情况 我说没关系那咱们既然在一块其实我愿意再陪在你身边 然后只要能够让你走出这个失恋的阴影 其实我还是愿意等待的 所以说当时他会看他前男友的合照 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哭 我既然答应了说我愿意等 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就是一直带他走出这个阴影 后来呢受不了了 后来没有 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其实就突然对我也挺好的 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说可能是不是他心里放开了 我觉得可能我日子熬到头了 我也蛮开心的 但后来其实我通过他的微博小号我才知道 其实那是因为他前男友有了女朋友 所以他才开始对我好 我当时心里也觉得挺难受的 这有什么难受的吗 他对你好就行 但是对 其实我觉得但只要对我好 我觉得也算是挺好的一件事 然后后来就这样一直相处 我觉得爱情它有了希望 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 但后来就在前段时间的时候 他前男友回来又找他了 然后之后他就一直说 要和他前男友一样出国留学考托福 就是以前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他要出国留学这件事 就前段时间见完他前男友之后 偷偷见他前男友 然后他这段时间突然跟我说 他想考托福去出国 所以我觉得 我想说我出国并不是为了前男友 我就是想觉得自己的前途 因为大四了嘛 大四有很多选择 有可能就业 有可能考研 我当时的选择 包括跟家里人商量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 有可能出国留学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可是出国留学 其实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就是除了美国 我觉得适合咱们专业的学校 我觉得也挺多的 是学长去了美国是吧 对 就我觉得也挺多的 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去美国 这个节目录了这么久 是第一次就两个人来 一个人这么大段的独白 另外一个人就在那儿听着 你心里有他吗 姑娘 有的 其实有的 有啊 反正毕业嘛 总是一个坎 对吧 互相商量着 你是想出国 你想吗 其实我并不是太想出国 因为从我自身发展来说 可能就是我的专业 可能也比较适合留在国内 你是什么专业 我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你呢 我是学新闻的 要去美国是吧 嗯 要走了以后 未来的这个情感 你们怎么延续 你想过吗 我想过 我希望的感情状态是 彼此都可以很独立 也可以让自己变得很优秀 其实出国也不是说 一定就非得将来会留在国外 我觉得可能出国 说白了可能也就两三年的时间 我问问你啊 姑娘 就是你在跟他交往期间 跟你的前男友还有过交集吗 我不用交往这个词 我用交集 比如说有没有见过面啊 有没有互动啊 聊天的互动啊 其实有过 但是不是很多 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 因为前段时间 他有一次 大半天找不着他人 然后打他电话也打不通 然后问他室友 我室友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后来晚上很晚才回来 然后他告诉我说 他去帮朋友救场 去做一个什么事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去那个学校证教处嘛 然后和那个老师聊天的时候 我才无意中从老儿嘴里得知 他前男友回来 应该是拿出国的一些什么文件吧 然后我才知道 他去见他的前男友去了 我当时不告诉你 不是偷偷去见他 因为我刚开始跟你在一块的时候 我就给你表明过 我可能在我心里 前男友一直有一个 就是比较重要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 你如果真的只是为了见他 如果真的没什么的话 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和我说一声 不要欺骗我 因为一开始我就跟你说过 但是你跟我说你不介意他 你不介意我心里有他 但是我可能会害怕 就是给你带来一些不开心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前男友 心里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 总之就是见前男友却欺骗了他 就是没对他说实话 对吧 你怕伤害他 我觉得他心里不想 他不想放下 就如果说他真的是想放下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 你举个例子给我们听 好吗 就是我和他在一块 不是一年多了吗 但是他的微博小号 每一天都在更新 关于他前男友的东西 失恋一天 两天 失恋多少天 对于我来说 他只是一个习惯 不是我故意要那样去做的 我也没有想过 那些东西可能会让你发现 之前他前男友去北京工作的时候 他会劫北京的天气截图 后来他前男友去了美国读书 他又会劫美国的天气截图 就是过生日的时候 会说祝他生日快乐 我跟他逛街的时候 我看到他包里有张快递单 就是寄给他前男友的生日礼物 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他前男友的生日 不是 那个生日单我得解释一下 因为我跟我前男友在一块两年多的时间 其实那个生日礼物是我在跟他 就是分手之前就买好了 那个礼物其实我也想过就是转送给别人 或者说就把他扔掉 但是我也考虑过 我觉得可能那个东西对于其他人来说 没有任何的价值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我觉得扔了也其实也挺可惜的 然后我就寄过去给他 就像朋友之间一样 没有任何别人 你们在一起你过过生日吗 过过生日 但是他没怎么和我一块过 那他过过生日吗 他过过生日 你给他过了吗 给他过了 当时放暑假 我又专门跑到广州一次 其实那段时间真的还是相处挺好的 就自从他前男友回来 可能又开始对我特别冷漠 然后最近又琢磨要去突破 我觉得其实你太个应前男友了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心里 没有你那么多去想着他 在我心里他有一个位置 但是对于我来说 他只是过去式了 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在和将来 那既然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还要在微博上 不停地更新他呢 咱们在一块已经一年多了 因为他就像我一个习惯一样 因为他是我初恋 可能很多事情就像写日记一样 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吧 你愿意跟他一起去美国吗 其实我还没太想好 因为毕竟也不一定说 我想去就能去 其实如果他真的只是为了学业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支持他 但是他开始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就因为前男友回来 就说要去美国 这个事太巧了 所以我不太相信这个事 我去美国留学 真的只是我个人的前途 为我个人的前途考虑 而且去美国是我跟我父母 我们坐下来讨论过 去美国学专业 进修一两年两三年 可能对于我将来回国以后 前途来说会更光明一些 只是这样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轮回嘛 前男友毕业的时候 说分手 两年以后要毕业了 现在说分手的不是男友 是另外一个人 应该怎么办 听老师们的吧 求比特问卷 不许说你过去那点事了 我把真不说过去那点事了 不许说了 对 我想问一下 你在微博小号上 还写你和前男友的 分手纪念日 是吧 你们是什么时候分的手 14年分的手 14年几月几号 14年8月底 8月26号 那你们俩是哪天签的手呢 2月28号 姑娘你不太记得 对吗 分手纪念日 记得清楚无比 牵手纪念日 不太记得 但男孩记得 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前男友长什么样 前男友 其实也不是特别高 特别帅 但是我就觉得 他特别有才华 特别优秀 就是在我看来 就是光芒万丈的那种 光芒万丈 他就像我人生的一个灯塔 灯塔 那现男友呢 是什么 我觉得 现男友就 对我挺好的 他也挺爱我的 就是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 可能 如果我这辈子 不跟他在一块 可能也 再也不能遇到 比他对我更好的人了 其他身边的人 怎么认知不重要 你怎么认知最重要 前男友是灯塔 光芒万丈 现男友是什么呢 比喻一下 温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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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口 温开水 温开水很健康 对吧 很健康 是这样 每个人在自己心中 初恋 都必定留有一定的位置 有一个角落 就为初恋对象留着的 他永远不会被磨灭掉 我想这个小伙子 应该不是说特别在意 他留了个角落 关键角落有多大的问题 是不是经常 没事 不管他 他就在角落里 稍微一触碰 角落膨胀了 占据了整个空间 把现男友挤到角落里去了 这是你自己心态最大的问题 说实话 他认为你去美国 是受了前男友的影响 我也基本是这样认同的 毕竟前男友是灯塔嘛 但是灯塔为什么会抛弃你呢 他说毕业了 然后觉得当时在北京 对于他来说 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 他去北京没问题 你们俩也不用分手了 他不是特别喜欢异地吧 当时我还才大二 所以 好吧 我要说的很简单了 灯塔光芒万丈 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前途 可以舍掉自己的女朋友 在你珍惜无比地 看中的这段感情上 对于他来说 可能只是 生命中的一个小过程 你是做珍宝的 掏心挖肺的这么一个男人 可能看待你 只是曾经的一个小女孩 你愿意锁在保险箱里的东西 人家可能随手丢掉 如果一个不爱自己的灯塔 不珍惜自己的灯塔 它有什么价值 如果灯塔回来找你 你还要它吗 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 你没有想过对吧 但我觉得 根本不可能了 如果可能了呢 灯塔回来了 说我们在一起 历经两年多 还是你最好 我没有想过 我也不知道 跟男孩说几句吧 有的时候啊 温暖可以感化一切 有的时候啊 温暖什么用都不管 有的时候你能等到 那个人真正的回心转意 有的时候一辈子等不到 这就是爱情 让人又着迷又可恨的地方 我不觉得你 能够取代他心中灯塔的位置 而且你也不太会获得 这个女孩 给你同等回报的爱 你真的要等下去的话 可能等到一个很可怜的结果 与其这样 不如放手 灯塔为什么他忘不了呢 因为遥遥无期 在远处照耀 温开水为什么他不太在乎呢 措手可得 拿来就喝 等他想喝 喝不到温开水的时候 说不定他就能记得 水是生命之源 灯塔只用来眺望就可以 男孩说了一个非常对的话 爱情当中要有希望 你们俩同样 都是抱着希望 在谈着自己的爱情 只有当这个女孩 对前一段恋情绝望 你的希望才有 而现在呢 这个女孩并没有绝望 一直在期望 因为她觉得自己的爱情 是有希望的 而希望当中的那个男主角 不是你 是她的前男友 女孩 你是在谈着一场恋爱 一场曾经的爱情 而那个男主角 就是你的前男友 否则不可能失恋 多少多少天 不可能已经分手 还给她做生日快乐 而你的心情 随着她的一举一动在变化 她在那个城市 你关注那个城市的天气 请问 同样的几件事情 有没有为她做过 有没有想为她做过 所以啊 她在跟你谈恋爱 你在跟前男友 还在继续地恋情 我觉得是 只不过 一个是地理上离你很远 却在你心里 充满了所有的位置 一个虽然每天陪伴你 在为你做这一切 但是可她在心里上的位置 离你很远 你们分别在谈着一场恋爱 而真正的爱情是相爱 两个人的希望是同一个希望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而你们不是啊 贸合神理 你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 真正地爱上过这个男孩 只不过他是 能够让你走出暂时的悲伤 一个陪伴的伙伴而已 但你不告诉他真相 不是的 老师 从一开始我就跟他说过 对啊 就怕这样的 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他 是的 可是你还要给他希望 你明明觉得 我不会爱上 前男友 他只要不结婚 你一定会心在他那 不是的 老师 我觉得在我的人生底线里面 我是不可能 因为以前的男朋友 去辜负现在的男朋友 我是绝对不可能 你还是没搞清楚我的意思 你心目中真正想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 是前男友 可是想归想 现实跟 你告诉他了吗 想清楚吧 好吗 如果你想不清楚 你要想清楚 你就知道应该接下来怎么做了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胡老师 有些人注定 是你生命中的过客 但却总是成为你记忆中的常客 有些人是你生活中的常客 但永远也仅止于是做客 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 喜欢和不喜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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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要学会享受寂寞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 当你前男人有离开你的时候 你学会享受寂寞 它无机可乘 没有今天这一段 也许有会更好 没这么纠结 当他的男朋友离开的时候 明明知道他还带着伤 为什么不再享受一段寂寞呢 非要在那个时候一定走进去 当我们学会享受那种情感上的寂寞 孤独 守点自己内心的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 等一段时间来得会更好 如果真的因此而分手了 希望你们都能守一段寂寞 迎接下一段的情感 自己选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其实我觉得付出这种东西 它不会丢人 你爱不爱我 就像喝水一样 它是能感觉得到的 如果觉得我能感觉得到 其实我愿意去做一些 可能别人看来 非常没有意义的事 但是我也觉得 有些东西 如果它真的让我感到了 没有希望 感到了绝望的话 其实我也会选择放手 但是 我还是想在心里 把自己想的想明白 同时我也希望 你能把自己心里想的告诉我 所以我不希望说 咱们俩一直 想着本来自己 不应该想的东西 我觉得在一块 你让她说一句话呀 我想说可能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你是个很好的选择 你是个很好的人 但是我去美国 真的跟前男友没有关系 纯粹是为了我自己 请亮灯 哎呦 你听她说一句多好啊 哎呀 请回两位 大学里的爱情 毕业了就面临着 这样的抉择时刻 请关门 即使我想没有那个 前男友的存在 就是这样一对 女生现在说要去美国 我相信也会有这么一出 年轻嘛 总是要经历许多 让他们自己 好好的去沉淀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 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 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卡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土豆 同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看一看 这一对他们 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 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 可能还是替代不了 既然替代不了的话 我觉得还是放开比较好 暂时的温暖 我觉得不能成为 生活的全部 人的一辈子还很长 所以 我觉得还是决定离开了 可能我之前挺自私的 台上老师说的特别对 就是 如果我心里没有彻底地放下一个人 我觉得我就没有资格去开始新的恋情 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说伤害也挺大的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伤害到此为止 好了 祝你们毕业季顺利 祝你们开开心心 留学也好 工作也好 把你们在学校里学的东西 拿到生活里 好好地施展一下 而且我相信 只要你们用心去爱 就能获得幸福 我们来看下一对吧 各位请看 我们结婚十几年了 一直我为这个家 承担了很多事 真的很累 别人家 都是男人当家做主 我们家 二十小事 都是他说了算 我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 我觉得太压抑了 他有什么好压抑的 我为这个家做了这么多 他还觉得我强势 觉得我管得太多 我才觉得委屈了 我希望他能改变 真的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郑 四十岁来自湖南 出租汽车司机 女嘉宾小冬 三十八岁来自湖南 服装店店主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要来的 我要来的 为什么 觉得生活在家里太压抑了 没得一点地位 你有什么好压抑的 家里面什么大小事 都是我在承担 我还委屈呢 大小事他在承担 我给你们总结了一些事 因为结婚十几年 对不对 咱要都说开了 那时间就嗨了去了 我一件一件的事问 好不好 说你们家买房子 当然欠着外债 你不同意 他一定要做 是吧 后来这房子买了吗 买了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坚决反对的情况下 很过人去买的 我们现在小孩也还小 需要用钱 而且我们在那边 做那个生意 刚开始在那边 做生意嘛 请去帮助我们 借了一点钱 给我们做这个生意 欠了他们的钱 还没完 这种情况 绝对不能买这个房子 我是为了小孩 以后生活条件好一些吧 现在小孩还小吧 切了外账 可以慢慢还一下是吧 你觉得委屈是吧 我觉得委屈 我说的话 做的事 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去年 我还没开出租车之前 他跟他有个表哥聊天 他说我真的跑一个业务 需要两个人结合 一天能够赚过 一千八块钱嘛 哇 他听到就觉得好像 那好啊 那你就带我老公去做也行啊 马上打电话 他说 我给你找到一个好事了 你马上回来 我说那我这边 这个事情没完成 要十多天啊 他说那不行了 人家在家里等你了 后面我回来 就是我问了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做了个业务 需要一台车子 没办法 又买了一个新车 买了个新车 我们在外面跑了一个来飞啊 给他大概半个月 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啊 一天能赚好多钱啊 后面这个事啊 也没去跑了 现在那个车子啊 耽误在家里面 现在卖也要亏几万块钱了 嗯 你还说那个车子 别人买个车子 一天都能够赚好几百块钱 你什么事都是三天打雨 两天散发 你什么事都不做 我想到你半年了 在家里没什么事 给你找个事 我也不愿意去买个车啊 我想给你找点事做啊 等于这生意又完蛋了 生意完蛋了 车现在趴在家里了 车子也耽搁在家里面 卖也现在要亏几万块钱 你是觉得你 他强势 他是觉得你懒惰 是这意思吧 对 他做什么事都是 三天打雨 两天散发 从来没有个什么 长期稳定的工作做过 他说说三天打雨 你看那三晚 我做的事情就是不固定 这里有事做 我到这里做了 明天那里做 就那里做了 他在后天没事做 那我就在家里吧 但是我每个月的工资 比上班就是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就是三五千块钱 也就是说上班一样 三五千块钱 就这样的 您这个上面是 服装店店主是吧 你卖衣服一个月 能卖多少 一年大概十多万吧 说你还想学开公交车呀 学公交车 以前我们有两三个店吧 现在生意不好做 只有一个店了 切的账越来越多 我就想把那个架子生一下 可以开公交车 有个三五千块钱一个月 贴补一下家用 然后还有个五血 上个班呀 也只有半天 我生意照样可以做吧 他这个开公交车 这个事情呢 他就是觉得 好玩 好奇 而且他开这个公交车呢 要先起要投资一万多块钱 做什么是要投资的 我们没读书的 没文化 你做什么 税三十九块钱 要两年以后 才能够做这个工作 两年以后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 去学了吗 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他也每天跟我吵架嘛 好吧 我再问其他的了 你们两个谁管家呀 我管家 他这家管得好吗 不行 不行 太不行了 太不行了 那你咋不管呢 他 我为了尊重他嘛 就是在我们那边 就是有女方当家的这个 习惯 习惯 他当家好多的方面 真的是 你像他在街上 看到什么东西 那个衣服啊 裤子 鞋子啊 看到什么就想买 柜子里面 都是一年拿得穿 两三天的 那你也不想一下 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 也就是两个生意 现在条件稍微好一点了 我作为一个老板娘 我肯定要去她 体面一点出去吧 我不买点衣服啊 你觉得你管家管得咋样 还可以 还可以 他说他管钱行 什么东西 他要点贵的买 便宜他看都不看 那一次他买了一个什么衣服 那个衣服的上面是毛领的 下面是单的 去太阳的时候 毛领就全其热 如果冷的时候 下面是单的 又冷 一年就是挂在柜子里面 一年难得全上几天 发上几千块钱 那年年有 他就是经常说 他赚了的钱 他爱怎么发就怎么发 但是这个东西 你要以家庭为主 是吧 好多的方面 他都是那么强势 看不出来他强势 他做的是强势 你怕他吗 尊重他吧 尊重他 你什么事说的不对 难道还有我听你的吧 我做什么事 他都认为不对 就像去年清明节吧 我就说 那你在这里带小孩 在这里 我就一个人回家 那你多给点钱啊 那我给你来费车费就行了嘛 我回去好不容易 回去一趟一年 回去一次 一个亲戚朋友啊 在一起啊 打点小牌啊 吃点饭啊 都需要钱 他就给来费车费 那我说 那不行 他说不行 不行就不要回去了嘛 你这样说 后面回去 我又向我那个小朋友 又借了点钱去 你不知道家里什么条件呀 给车费给掖钱就够了呗 我等一下你拿多了钱 我知道你回去干嘛去啊 等一下你跟别的女人 搞安慰去了呢 不不不不不 你怎么那么不信任他呀 我回去过个心里 他有过一次 我肯定不会信任他吧 他怎么了 他有过一次 对呀 他每天是四小时 都是跟别人打电话聊天 小孩有一点事了 找个人都找不到 那是好多年前以前的事情 跟他解释了无数偏次 我们绝对是没什么事 是正常的生意上的来往啊 我们心该比较活得来嘛 就是说聊一些家庭上面的事情 他就跟我打一些电话 就是有一次 可能打了一个多小时 他刚好就找我嘛 那个电话担心 好像对你就不放心 啊 那个是之后 他什么事啊 好像就 就有受他的监视啊 跟踪一样 还跟踪啊 你在哪里 跟朋友吃个饭啊 他要打电话 打好多的电话呀什么的 听明白了 都在他掌控之中 啊 你去干嘛去 你去跟别人吃饭去 那个事情也就是说 就是说我跟他有点 深夜上的玩意 听明白了 有时候我会跟他帮点忙 他就说 要请我吃个饭 听明白了 我就怕他多心 这么多客服啊 就怎么就是他一个女的 跟你有这么多 今天有事 明天有事 要是四小时都有事呢 这事咱们不说了 七八年前了啊 这个自从你发现 那起事件之后 后来他还算老是吧 后面好一点点 但是后面我也不会 给多了钱给你 因为他没有好多钱吧 他怎么去 明白了 就是你拿住了他的钱 你认为他没了钱 那就坏不起来了 是吧 从那个事之后 他就是什么都怀疑你 其实我比那个人 也没什么 是没什么 你后悔过 他只是多心 对对对 我再打个比喻给你听嘛 我是在跑出租车嘛 我隔壁一个邻居 他就是想下午要用车 刚好又碰到他 他说 你把你老公的电话 留给我了 我下午要找你老公用车 他怎么说的 那你留我的电话了 我再告诉我老公 再告诉你 也叫他过来接你了 我们都是一个邻居 是吧 人家向你要个电话 你都这么多心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一开始夫妻感情还挺好的 男的呢 还做点生意 结果女的发现 好像 丈夫跟某一位女客户来往过密 从那开始之后 老婆开始管钱管家里的事 为了证明我跟那个女的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个女的还叫了我 叫了她 还叫了旁边有我的朋友 在一起就是说 在一起单独说了这个事情 你老爸住院了 你怎么知道要我去借钱了 你跟别人关系那么好 你自己去借钱去 好好好 这就不吵了 还打个电话 要我去娘家借钱来 跟你爸住院 你管个什么事吧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老婆还是在意这老公的 不在意你爱干嘛干嘛 是吧 也不管了 对不对 他就是这么强势 我说什么 跟你说口的时候 自己怎么不说呢 结婚的时候 饭都没得吃 你心里还有这个男人吗 说句实话 有 有 对 没有就不会那么管 连邻居你都坚持 你心里还有这个女人吗 她 那个时候 刚刚她说的 跟我 你心里还有这个女人吗 你告诉我 有 但是你对她的做法 实在是看不上 是吧 有蛮多的事情 行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我相信老师们也听得 比较明白了 帮他们分析分析 看看应该怎么把这些 结给解掉了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大哥 只有两招 可以解决你的困局 一 不给我自由 我就跟你离婚 怎么样 我从来没考虑过 以前吵架的时候 他总是说离婚 你都从来没说过 这男人多好 离婚这条道走不通了 还有一条道 奋发突强 自力更生 他不是不给我钱吗 我赚 每一对夫妻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 有的人就是男强女弱 你们家反过来 女的强势 对吧 所以你们俩之间的模式 就是你们俩性格决定的 你已经被管束七八年了 现在给你自由 你老婆不管你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 你知道吗 你说不定又干出一些什么错事来 我看得真真的 你们俩这种模式 应该继续 你呢 就踏踏实实 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加倍努力的工作 享受被管的幸福 就很好 你们俩肯定是分不开的 这是一个大前提 在大前提之下呢 女士 你得做出一些调整 首先第一 你心里是不信任他 两方面 一方面是在关系上 你怕他会有什么画画肠子 这不信任 另一方面在他的能力方面 不信任 而你呢 典型的 做得多 想得少 听风就是雨 人你说什么 哎 好就做了 非但自己不过脑子呀 也不跟老公商量 因为你不信任 你觉得 没用 所以你会累 你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为这个家里着想的 你心里的家里责任感 是非常强的 但是你基于你对他不信任 结果你就在前套跑得快 他呢 第一呢 能力是有限 第二一个呢 还真是爱你 挺踏实 结果呢 就被你拽着跑吧 自己很狼狈 现在呢 就是里外 他都没面 虽然你们在一定程度上 在这种关系已经形成了 但是一定得有一个度 在你这个大前提之下 你给他一些自由 给他一些尊严的话 他一定会加倍的爱你 况且你身上有很多缺点 是他是可以给你弥补 就比如说 你不过脑子 很冲动 做事很冲动 花钱 可能经济上 你做的也不太好 但他可以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 心思可能还是蛮缜密的人 有些事情他会想的多 做的少 你们俩在这一方面 如果能多沟通 多聊一聊 你们俩中和一下 可能能做出点 有前途的事 这是你们俩性格上的互补 很好的互补 而这位大哥 我觉得你是挺压抑的 但是爱老婆 爱这个家 对吗 你甘心受压抑 但是在某些方面 的确是尊严上 受到了很大的挫伤 所以给你的建议就是 多在自己的工作能力上 下下功夫 在工作方面 如果你能赢得了 你老婆的信任 就可以换来尊重 好吗 各自改自己的那点不足 两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还挺好 互补 对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陀老师 在场上 你们至始至终 所有的对话 都没有那种 咬着后槽牙的那种 咒骂的感觉 好像还是彼此顾忌 对方 帮助 无论 对方 你 还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办呢? 做事慢办拍 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以后在家里 就是在当着外人的时候 多给他的一些面子 家里的事儿共同商量一下 好好地过吧,好吗? 还压抑吗? 我现在通过这个节目呢 你这样 你直接去 亲他一下 然后回来你就不压抑了 试一下 去啊 勇敢一点 最后听听他们能说出什么话来 一起进入黄金60年 老婆 其实从第一天跟你相见的喜欢到我们一次结婚到现在 其实我一直爱着你的 就是在这个钱方面 我们一定要量力还行 要发的有加持 我们一起努力 把这个生意做好 好吧 只要你努力赚钱 我到时候我也改一改我的贫气吧 没了 哎呀 亮灯 不让你发火 你还真不会说话了 两位请回吧 来,请关门 请关门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谢谢 老婆 别着急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药宝师 亦被师 来吧 时间给你们吧 我们一起见证吧 老婆 这么多年 其实 我一直也辛苦你了 你这么的小孩 这是你一个人把他带大 辛苦你了 我爱你 请两个人把他带大 推开一个家庭的窗户 你可以看到真实情况的时候 像这样 锅勺碰锅盐的事多了去了 如何很好地化解它 是需要智慧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 这样的平凡夫妻 能够有勇气 走上我们这个舞台 为我们揭示他们家的那点小琐事 这样就让我们的老师们 有机会就着他们的事 跟大家做这种家庭关系的分享 接下来一起进入 伊贝诗爱情保鲜机 附老师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我是女友的初恋 但我已经处过两个了 她就一直都不接受 因为这件事闹了很多次 一闹矛盾就要和我分手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 揪住你的过去不放 就像嫌弃你的出身一样 接你身上的旧伤疤 这么不能包容你的人 一定在生活当中 也不能包容你其他的缺点 这样的人不堪与之相处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也谢谢我们其他的两位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诗 伊贝诗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图牛客户端 赢323图牛旅游节的百元现金券 再一次对以上机构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收看并且陪伴了 我们的又一期节目 下期节目再见